一心念佛 趁我们现在清楚 多思维佛法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新逢教校园 生命电视基隆法研寺 举办八关灾戒 恭送于兰盆金 点万灯共万水 护生暨大蒙生诗诗法会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9月16号星期六 上午八点半 地点基隆法研寺 地址 基隆市七堵区东兴街 六十五项四十八号 联络电话 02-2456-2057 02-2456-2057 上午七点半 于七堵火车站 备有接驳车 欢迎多加利用 生命电视台举办2017印度九天心灵之旅 于全圣地 瑞施凯施 恒河之源 新旧德里宗教圣地与遗迹及佛学问答 恭请海涛法师领团 日期106年9月27号星期三 至106年10月5号星期四 共九天 行程安排 胡马雄灵 阿克萨达姆神庙 顾特普塔 于全圣地 瑞施凯施 吉祥吊桥 圣喜悦吊桥 三主公神庙 甘地纪念馆 神庙 佛教博物馆 莲花寺 中世纪遗迹 罗体花园等 详细形成请洽台北生命稻草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传真 02-2558-6600 02-2558-6600 今天我将宣讲有关佛法的内容 说法最主要的是帮助别人 以佛法来助人 所以宣说佛法 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心 好好的实践佛法 因此海盗法师为帮助众生 请我来讲述佛法 我就以成绩的心来宣讲 我所宣说的佛法 以意识修 意懂的方式来说比较好 注意较大 因此我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 如何实践佛法 请问你目前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要如何解决 日目前回答 我们多多关照自己的内心 怀着什么样的心来面对现实的困难 才能得到幸福 是非常重要的 以我之见 身而为人 我们应想尽办法做一个好人 内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最主要的是修行人 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要有利益其他众生的心 透过善良的心 就可以走上幸福的大道 因此作为一个善良的人 具有利益其他执行者 不仅自己幸福 而且还要带给社会和乐 友人,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翻到八十页 尽心尽力为社会为大众去造福 你真正积德修福 你的一切自然有佛菩萨照顾 有护法善神照顾 比你自己照顾周到的多 好 请相信 我们今天供佛在天是感恩 只要你尽力的去利益众生 佛菩萨三宝意念 诸天拥护 你的事情你都不要烦恼 你真的不要烦恼 我要什么钱 我要放生 我要盖世面 我要买车子 你都不要烦恼 因为佛菩萨照顾你很周到 什么事情都给你排好 你只要尽心尽力 为社会 为大众去造福 那人家自然找你 不用双戒你就找 对不对 你要做皇帝 你自然做皇帝 做皇帝只是让你去服务众生 更好的方便 而不是执着那个皇帝的位置 所以我想佛教的基本 就是要我们尽心尽力的 去服务众生 服务世界 服务社会 活着就是 各位今天不管有高雄来 嘉义来 为台南造福 我们来了 回向所有户屋区 所有屠宰场 所有老人院 所有医院 所有学校 今天这边是哪里 海市学校 愿所有学生 不杀鱼 不钓鱼 坐的船是载人的轮船 而不是载那些 去伤害那些 你要回向 所有他们过去所做的杀业 直接间接的杀业 功德回向给他们 校园姐姐 你要为海市学校而尽力 为整个台南而尽力 所以各位要去想 你要去想 这个叫开智慧 为众生想 你就会开智慧 为自己想 叫用尽心机 叫小聪明 令人讨厌 一个人太肝 大家都会怕他 因为小聪明 但是你很积极为众生想 自然显发智慧 那种智慧 别人很 对你会相信 甚至皈依你 什么事情来清洗地 你要有这种 为众生叫悲心 去想叫智慧 那这样你真正在 积德修复 那你的一切 世间法 自然有佛菩萨照顾 有护法善神照顾 比你自己照顾的更周到 这个下面 念一下 不可思议 真是如此 那你要感觉 近地就好 好 所以要把佛法现代化 平凡 一看就懂 那我想让别人 很容易去用 再来 保持一页 想要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放下 放下是通往自由的路径 唯有放下所有的期望 恐惧 痛苦 过去和营要心头的事端 让心思安静下来 才能打开心灵的门 所以佛教要我们禅定 禅定就是放下 不要去想世俗的 专心念佛 专心数呼吸 乃至什么都不要想 回复到清静 安住 安住在你的丹田 安住在你的呼吸 都可以 那这样你就会 临近自远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但是各位 如果你有一个动机 这个动机是不圆满的 我是求健康 求发财 求知名度 求什么的 你去打坐 那就没有用 包括各位念经 念经就是念经 不能说 以念经多少遍来 来交换什么功德 这样不好 念经就是念经 念经是以大乘的心态 要回向给众生 这样可以 所以各位要得到一个 佛教的智慧 那如果你不是一个 放下的心态 以有所求 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叫智慧 就算你把金刚经 背下来 讲得很好 也没有智慧 听了不相应 就像唱歌 好听的歌 怎么听都不腻 因为触动到我们的心 那是感情的部分 但是佛性 会触动到我们的智慧 佛性 那个时候感受叫 法喜禅悦 那所以你要得到这种感受 你就要放下 所以不分别 就像现在各位没有在吃东西 所以舌头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痛苦跟快乐 这个叫智慧 你没有分别 但是你有有个欲望 我想要干嘛 或排斥 对你来讲 舌头会控制你的心态 你会因为不好吃 而且心动念 所以要通往自由的路径 唯有放下所有的期望 也不用怕恐惧痛苦 过去萦绕在心头的事端 不管别人对你多好 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你 你都不要去想这个事情 一个人想不通 就会哭 甚至会报复 甚至会自杀 因为他盘旋 我跟他在一起那么久 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我的老板为什么要把我开除 为什么为什么 这样 这一点就不能超越 所以曾经有一个人说 要把他们公司去告发 排放飞水 要去告发公司 因为他被开除了 他恨 后来他想一想说 这个是个报复的心态 我这样去做 那我就忍下来 我说对 聪明 当你保持正念的时候 你为什么拿老板薪水的时候 你不去告诉他 这排放飞水 为什么你开除的时候 你要告他 你现在还是可以去做 写封信给老板 我虽然被你开除了 这是我的因缘 但是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现在也想告诉老板 你现在这个排放飞水 对你将来不好 我只是忠心的跟你讲 我不会伤害你 感谢 那你还是尽力了 你告诉对方不要照 但对方可以选择 他要不要听跟不听 这是我们要尊重的 因为这个世界排放飞水 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为这个事情 去举化对方 自损损他 对你没有帮助 所以要打开心灵之门 叫智慧 首先你要放下 不执着 平静 所以叫戒定慧 定就是放下 让心能够专心 然后你就看清楚 但是你要达到定 你要有戒律做基础 孝顺的父母 遵守法律 不伤害众生 这是基本的 你没有受这个戒 那你不会开智慧 放过来 82页 一个人能否获得喜悦和快乐 取决于个人的心境如何 越能保持心灵宁静的人 就越能享受快乐和喜悦的生命 所以我从小就告诉我自己 专心就是天才 读书也好 做什么事情我都很专心 因为我要一心一意 虽然我那时候不知道 那个是坏事 我去钓鱼 那个是坏事 对不对 看着那个浮标 没有人比我看得还准 那那个时候是错了 但至少我习惯 很认真 我不希望被任何一个事情影响 今天那边你的钱被抢了 但是你在做这个事情 你还是很专心 你要把这个事情 跟这个事情隔开 如果说今天别人抢了你的钱 你先生有外遇 你心里就很痛苦很痛苦 然后你就吃不下饭 你就会胃肠病 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要报复 或者什么事情 那你那个时候念佛也没用 因为那个时候 你要念佛你就要把这个事情放下 现在在念佛 现在在读地藏经 你要专心在这边 当然有一种修行是错误了 这个人我堕胎 我念了几百部地藏经 我就是超度他 我说你这样念力量太少 念地藏经的时候 就要专心念 念完回向可以 一开始因为我有堕胎 所以我有惭愧心来诵地藏经 但是诵的时候要保持空性 融入于地藏菩萨 最后这么样的功德 来回向那样有用 你不能用一个烦恼心 来诵地藏经 一个担心来拜佛 那你拜佛拜佛 我们儿子没回来 我去拜我们儿子没回来 你在拜你们儿子 你怎么来拜佛 这样你得不到佛教的智慧 所以各位这个一定要抓住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 解释这个事情 但是各位一定要 这个事情我们 我先生得癌症很痛苦 所以我生起一个 对因果的了解 我要替它忏悔 能够再生起大悲心 所有众生也带很多癌症很痛苦 好 我知道 所以我以这个 相信因果的心态大悲心 所以我现在很认真地 来拜地藏宝灿 三昧宝灿 你阿弥陀佛 这样就对了 那最后 你念到很清静 很慈悲 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那样 回向了对象 过一切众生 那要如此 那你就能够享受 快乐喜悦的生命 那你就不会累 念佛不会累 拜佛不会累 诵经不会累 无所得的 那是尽力去做 不然你有所求的 不管你在做什么 你都会累 你要得到一个报场 你要得到一个 别人对你好 所以各位以后你煮晚餐 煮得很丰富 老公没回来 太好了 今天做焉供 那去吧 不吃众生 不是很好吗 因为煮得这么好吃 拿来上供下吃 我自己也吃一点 那就代表你不受影响 但是你有所求的 我煮这么好吃 你不回来 你跟我死回来 我不要煮我 你吃 那你自己苦 对方也苦 吃你这顿饭 保证拉肚子 因为你有一个负面的念头 你不回来 我就要给你安装 这个不能吃的 吃着拉肚子 好 八十三页 请注意 我发觉现在有很多人 包括出家人 他不会做坏事 但是他没有在培养 这种慈悲心的心灵 跟功德力 所以各位一定要 故意 无所求的 不吃给蚂蚁 不吃水 我一直引导各位 做焉供 是二十小时 你都可以做 很简单 开车也可以做 开车我们做 撒水 一点点米 所以我在车上 很少睡觉 一有机会 撒水就撒水 一有机会 撒米 我先看看后面 我脖子 有点厉害 有点厉害 所以我都会注意 所以我都注意 我都故意要摆个镜子 后照镜 但是我时时刻刻 要跟每一个地方捡 而且我要布施出去的时候 把昨天前天 所有功德 摁好 然后在车上 没有撒的时候 各种加持 米水的咒语 都念完了 再加上这些功德 都要去撒 那你对当地的人事物 蚂蚁鸟都有帮助 有情无情都有帮助 你要一直去培养这种 布施的心态 对人 对动物 对有形 无形 自然你内心很丰富 很宁静 很有力量 这个叫愿波罗蜜 利波罗蜜 你没有这种方便 方便波罗蜜 愿波罗蜜 利波罗蜜 你不可能开发佛陀的 自波罗蜜 智慧 那我们现在写得很白话 所以你的心会很柔软 很有智慧 很有悲心 然后你这个能量 就像你很有电 别人就会被你电到 你有能量 可以加持 所以修习慈心 跟与人为善 非常重要 各位要努力 一天规定自己念 做108次的善事 好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